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是在找一個你心的寄託 跟著土地在走 好像你把整個人 就獻給土地的感覺 其實舞蹈很像詩嘛 意思不重要 而是給你的觸動比較重要 在你內 在你內 給你非常多的創造力 你的所有感官都打開了 所以只要你有呼吸 就是舞蹈的開始 你看我的活動 那個力量就在你裡面 在跳舞的人是很幸福的 很豐富的 我最愛死 她為你 大家好 歡迎收看一響世界 我是張凱英 舞狗舞蹈劇場是台灣的表演藝術之光 藝術總監林立真 更是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編舞家之一 如今一部劇 叫舞蹈 歷史十年拍攝的紀錄片 《行者問世》 很高興我們邀請到 行者的導演 陳馨怡為我們分享 阿保導演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拍紀錄片是一個一生的失業 對 但是過去我們就是對表演藝術的紀錄片的印象 都是real time的紀錄對不對 但是行者是歷史十年拍攝 是一個不折不扣的dance film 所以阿保導演為什麼會拍舞狗呢 這個契機在哪裡 2000年的時候有一個機會 老師那時候推出他的新的作品 《花神記》 那時候我就去劇院看 那那個時候還是剛年輕 沒有什麼錢 所以就買劇院三樓很遠的地方 遠遠的往那個舞台中間看這樣 然後看了之後非常的震撼 就是他跟一般舞蹈又不一樣 然後就覺得怎麼畫面可以這麼的美 然後這麼的構圖這麼的漂亮 而且林立貞老師 《無垢舞蹈劇場》的東西 很有他的場面調度這樣 然後就是雖然遠遠的看 看不到很多細節 但是就覺得哇這個東西好美喔 但是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他是舞蹈 但是又跟我平常看的舞蹈不一樣 對 然後結束的時候 老師的舞作結束都會用心經的送念聲 結束他的作品 那時候那個聲音一出來 我就就是開始流眼淚 那時候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只覺得哇那個聲音跟好像 直接連結到自己內心裡面很深的地方 所以就一直不停的流眼淚 那就等於說種下一個種子在我心裡面 那後來2004年的時候 老師得了國家文藝獎 那國家文藝獎就找我拍攝 就讓我選拍攝那個得獎的老師 那我那時候二話不說 我就選了林立正老師 因為覺得那個東西太特別了 我很想去理解 那個時候我為什麼聽到看完 然後聽到那樣的聲音 就會痛哭流涕 為什麼這麼多年了 我還是沒有辦法忘記老師的作品這樣 就開啟了這個長達十年的緣分 是 看無垢的表演 其實會達到大自然天人合一的一種共鳴 可不可以幫我們說一下他的美學在哪裡呢 其實林立正老師 無垢舞蹈劇場的東西 他 他有很深的一個儀式性的東西在裡面 就好像舞者好像在舞台上 他是一個很盛緩的動作 他不像一般我們看到的舞蹈 可能是很快速的啊 然後很多舞者在那個空間裡面 就是做跳舞這樣 然後他比較像是 就是他是很慢的一個舞蹈 他的東西就是 老師的東西就是很慢 然後但是會有一個儀式在裡面 然後會讓你進入那個空間裡面 然後感受到比如說 他跟天地之間的關係啊 跟祖先的關係 跟人跟鬼的關係啊 或跟整個宇宙的關係 都是藏在老師的作品裡面這樣 對 那當然就是十年的拍攝 一定會貼身記錄林立正老師嗎 所以在導演的眼中 在阿寶導演的臉中 林立正老師是一個什麼樣子的藝術家呢 就一開始的時候我也覺得 老師是一位大師了 都得國家文藝獎 所以剛開始去就非常的 可能也是有點緊張 就是覺得說這麼重要的一個藝術家 然後我該怎麼樣去拍攝 所以在去之前我就準備了很多資料 本來打算去說 那我要跟老師報告說 我會怎麼拍怎麼拍怎麼拍 對 有一個計畫這樣 那結果我第一次去到林立正老師家 他就他的方式都是喝茶嘛 泡茶 然後大家喝茶 然後就是很過很久 大家都沒講什麼話 都沒有講正事 對 就沒有講正事 就一直喝茶閒聊這樣 那老師很在乎拍他 去拍他的人是誰 所以那時候要求我 要看過我以前所有的作品 所以我就把我的第一部 我叫阿明拉跟一些拍的紀錄片給他看 那結果整個茶席 全部都在講我叫阿明拉 就講說他看了幾遍 然後哪邊怎麼樣 還有什麼樣的感想 開始跟我分享他看電影的感受這樣 那看完以後他就下了一個結論說 你應該不要來拍紀錄片了 繼續去拍電影這樣 所以那次的經驗是很特別 就覺得說我是去拍老師 但是老師卻叫我不要拍了 去拍劇情片 那那個時候剛好我自己也處在一個 比較就是創作第二部片 有一些瓶頸 然後寫劇本也有一些瓶頸 那等於在創作上 我不知道該往哪裡走 就有點心不是這麼安定 就有點在飄移 那所以遇到林玉珍老師 給我很大的一個安定的能量 就老師他是一個能量非常強的人 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 好像遇到老師之後給我很多的反饋 讓我可以繼續往創作這條路 更安定的往下走 所以後來才再隔了兩年 就拍了流浪神狗人這樣 那老師其實大家看他平常好像很嚴肅 很多人看了我的片之後說 原來林玉珍老師很像一個小女孩這樣 對 就是可能大家認知的林老師 可能在比較嚴肅比較沈穩 都是比較就是在專業的那個形象 對 但是後來我這樣拍了 更拍了十年下來 會覺得老師他其實很 是一個很純粹的人 他做事情做他的創作他的生活 都是一個很純粹的狀態 所以才會片中裡面有拍到很 很多地方是真的很像小女生 剛會創作的那個初衷他都還在心裡面 那這個也是很感動我的地方 就是他並沒有因為他的年紀 或者說他的地位 或者說他已經創作這麼久了 而那個本質的東西有改變 那那個也是我覺得很迷人 跟很不簡單的一個地方 然後等到第二天的傍晚的時候 誒 霧來了 然後霧開始來了 我們都很高興要趕快搶拍 因為本來也沒有預期他會走進水裡 就是覺得說他走到邊緣我們就差不多了 那沒想到我覺得那個越走 越有一種那個很奇妙的儀式性就已經出來了 好像是真的火神真的神靈跑出來的那種感覺 剛剛說行者是一部不折不扣的dance film 因為歷史十年的拍攝 要怎麼樣就是擷取最精華的部分 成為一部完整的紀錄片 就十年拍下來大概就有差不多一千個小時 一千個小時 光我看那些素材大概就看了一年了 那這等於說這個十年拍下來 我覺得很好玩的是 也不只在看林老師的變化 也在看我自己的變化 因為十年拍下來 你剛開始可能很專注在一些 比較表面的構圖啊 或者說拍到一些好像比較表面的東西 但是慢慢的你會往下更深入去挖掘這個藝術家 他到底他創作的源頭在哪裡 是需要歷經一點時間的沉澱 跟說你夠熟悉這個藝術家 你才有辦法拍到這個部分這樣 阿寶導演最後決定用什麼樣子的敘事方式 來呈現行者來呈現舞垢呢 最後我是用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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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像是章節一樣 因為這十年發生過非常多的事情 那我也不可能用一個時間序 也不可能用老師的舞作去講 只是舞作 那其實這部片很想出了 其實不只是在介紹無垢舞蹈劇場 而且還是在介紹林立正老師他的創作上的態度 還有對他人生的態度這樣 所以是在講還是回到原點 還是在講一個人一個創作者 他如何在面對他的生命 如何面對他的創作的一個過程這樣 那所以後來我是採用了一個 有點像是一個章節一個章節 像閱讀一樣一個章節一個章節 在講不同的事情 然後比較是從一個女人的眼睛的角度 包括老師也是一個女人嘛 我也是一個女人 然後等於說從女人的眼睛去看這些 不管是老師的創作也好 或他的生命歷史也好 那剛好也呼應到林立正老師的作品裡面 常常也是用一個女人的眼睛去看待所有的事情 教裡面是在講那個鮮明度還來抬 然後有張權謝鬥 然後最後可能有戰爭這樣子的一個場面 然後最後女人流下來這樣 大概大概是這樣的故事 那所以也是很像是用一個女人的眼睛去看待這個整個環境 整個世界的一個感覺這樣 所以就導演來說 這次其實也是跟了五夠上山下海 去了很多台灣的秘境地方去拍攝 這部分的話覺得拍行者最困難的地方在哪裡呢 當初拍攝的原點 因為2004年在拍的時候就一個月就結束了 因為那個時候拍攝期很短 然後必須要趕快交一個片 讓頒獎典禮可以放映這樣 所以就是有一個目的性很強 那拍完之後我自己是覺得還不夠 因為我就覺得我還沒有找到那個老師創作的原點 因為也有拍攝其他藝術家嘛 然後就會覺得說藝術家的作品 他其實很像一陣煙這樣 那我很想要可能煙有長這樣有長那樣 但是我很想要找到那個藝術家是怎麼樣生活的 他的活種在哪裡 他生活的過程是怎麼樣 怎麼樣的一個過程 讓他變成這樣子的一個作品 這樣的一陣煙這樣 那所以我自己都很希望可以看到那個東西 等於是我自己也是做創作的 所以會很care那部分到底在哪裡 然後也可以反饋到自己的創作上面 那所以這十年拍下來 並不是一個目的性就是覺得說 我未來就是要完成一部叫做行者的片 也並沒有 那個比較像是一個 就是等於我也陪伴著林老師 林老師也陪伴著我 然後一起去共同創造出行者這一部片 然後拍到後來之後 因為這十年間不斷的進劇場拍 或拍排練 那總是覺得說劇場這個東西太神奇了 就他是一個黑盒子 但是你在那邊你可以感受到那些舞者 那些表演者的能量 他就只是一個紀錄 你就沒有辦法感受到現場的那種 那種力量或你感動的東西 所以這件事情我就想了非常久 就是說怎麼樣讓劇場裡面的感動 轉化成影像上的語言 而觀眾是可以懂的 對 想了很久 那後來就覺得說 像國外是 後來就決定用舞蹈電影這樣的方式 就Dance Film的東西去拍攝 就是把林老師的舞蹈的作品 當成是一個劇本 當成是一個文本 然後拉到一個戶外的地方 適合的地方 去把它等於說再轉化過 成為一個電影的語言 然後變成舞蹈電影 那這個東西是我真的很想做 因為覺得光拍劇場是不夠的 要用電影的方式去詮釋那個舞蹈 才有辦法拍出他的精髓這樣 所以呈現的效果非常的好 我們剛剛在預告裡面都有看到 有哪一個鏡頭是留在你心裡面 一直揮之不去的嗎 很難說有哪一個鏡頭我很愛 我真的是每個鏡頭都很愛 每個鏡頭都是寶 對 但是那個時候拍攝的時候 非常的辛苦 因為我們拍攝的是冬天 那大家看到那些舞者 其實穿得非常少 所以整個幕後是非常辛苦的 那我自己好多幕我都非常感動 比如說大家剛剛看預告 有一幕是火神拿著火盆 然後就是在 就是等於往鏡頭前面走 那那個鏡頭 那個我們是有點搶拍 因為在陽明山一個秘境裡面 那那個秘境其實我們很希望他起霧 因為起霧的那個效果最好 但是我們等了兩天他都不起霧 然後等到第二天的傍晚說霧來了 然後霧開始來了 我們我們都很高興要趕快搶拍 因為已經四點了其實我們五點就一定要撤走 不然看不到路出去 就是就出不去了 所以一邊是工作人員一邊在撤器材 扛器材出去 然後一邊就是趕快搶拍那些鏡頭 那那個火神就是要我們在前面有一灘水池 等於他要往水邊這樣走 那本來也沒有預期他會走進水裡 就是覺得說他走到邊緣我們就差不多了 那沒想到我覺得那個越走越有一種 那個很奇妙的儀式性就已經出來了 好像是真的火神真的神靈跑出來的那種感覺 那所以他就慢慢的那位舞者非常敬業 他完全沒有在想什麼 我們沒有喊停沒有喊咖 他就往水裡面走了 所以才有那顆很經典的畫面 他是捧著火在水裡然後的那顆鏡頭 那那個當下我們真的是像老師一邊拍都一邊流眼淚一邊哭這樣子 然後之前跟老師聊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老師還說他覺得此生已經無憾了 就是看到那個舞者那個當下這麼專注 他已經就是火神了 他不是舞者他不是演員 他就是火神了這樣走進水裡 他覺得他看到那一幕他已經覺得就夠了這樣子 對 真的大家都跟著這個舞者 就是進了一場就是像是進化的一種儀式 然後認識林立貞老師的確是在我比較 就是心安定不下來創作的時刻 就對於自己的創作有一些疑問 不知道自己創作要為了什麼 或者說要往哪邊走 台灣也很少有女性的典範是 你可以就望著他 然後你就朝著他走去 對 不管是你走彎的也好 直的也好 或者說不同的 你總之有一道光在那裡 一個終點 阿寶導演上次來節目的時候 你有說到 你不管就是拍劇情片 還是拍紀錄片 都覺得自己是一個邊緣的人 對 然後而且就是一直在兩邊 是在搖擺的 然後或者是說你在創作上 創作第二部劇情長片的時候 有遇到很大的瓶頸 所以是現在的心情怎麼樣了 這一路創作的歷程是怎麼樣了 其實剛好拍 無垢也拍了十年了 然後認識林立貞老師 的確是在我比較 就是心安定不下來創作的時刻 就對於自己的創作有一些疑問 然後對於整個那時候大環境 電影產業沒有很景氣的時候 也有很多的疑問 不知道自己創作要為了什麼 或者說要往哪邊走 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疑問 也不知道我做這些事情要做什麼這樣 那等於這十年下來 我覺得現在是 這十年下來 或者說認識林立貞老師 讓我覺得比較安定吧 她就是一個model在那邊 讓我可以朝著她走 台灣也很少有女性的典範是 你可以就望著她 然後你就朝著她走去 朝著她走向去 不管是你走彎的也好 直的也好 或者說不同的 你總之有一道光在那裡 對對對 你就是可以看著她 老師可以這麼安靜的 做她自己做的想做的事情 然後這麼專注的 這麼極致的把她的作品做好 我覺得這就給人家一個很安定的 穩定的力量 那等於說這十年來 這個也是這樣一股穩定的力量 讓我可以持續就是專注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雖然說我可能走的拍電影的道路 不像一般其他電影導演 可能一步一步一步一直拍 我總是在旁邊繞一些路 然後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所以就像上次會講說很像邊緣人是這樣 那但是就是有點認清自己可以做什麼 不能做什麼 然後創作該往哪裡去 是這十年下來覺得比較安定 比較穩定的狀況就出現了 所以阿寶導演不管是劇情片還是紀錄片 其實都非常的好拍的非常的好 都讓我們非常的驚豔 剛剛阿寶導演有說林立貞老師 變成是你的role model 所以最後你找到了就是 她當初她的作品觸動你的原因在哪裡嗎 那個源頭是在哪裡 有可以從很多層面講 一個層面是老師做事情的極致 就是她要求她的舞者要盡全力 然後所有的細節她都做到要求到完美 就算是舞台離觀眾這麼的遠 有一些觀眾根本看不到的東西 她還是要求她做到一個很完美的境界這樣 那我覺得那個東西是一個台灣正在消失的一個工藝上的精神吧 工藝就是你把東西做得很好 然後獻給別人 然後當這個東西出現以後才會有所謂的藝術的呈現 那那個是一個我們源頭的根這樣 那我們如果根沒有找到的話 是沒有辦法跨出去的 就好像老師一直會想一棵樹要有根嘛 你根扎根了以後你才有辦法往外走 或者是片子裡面老師會覺得說 如果沒有99%的傳統 你那1%的創新很快就會被浪潮帶來帶去 就不見就消失了 所以我覺得那樣子的對作品的態度跟對藝術的高度 是我自己獲益非常多的 就是你扎扎實實的做事情 做好每一件事情 對自己的作品誠實這樣 我們剛剛也有談到說 其實你下一個案子是劇情片嘛 所以可以幫我們說一下你未來的方向嗎 你有想要拍什麼樣子的題材 最近有在寫兩個劇本 其中一個劇本是已經完成了正在修改這樣 然後片名叫做奇幻公寓 那奇幻公寓就是 他是關於台北市我假設 他也是有點魔幻寫實的電影 那我假設台北城底下 還有另外一個地底城 因為大家都知道台北有柳公駿嘛 他是被蓋起來的 那柳公駿有一小節渠道 在新生北路高架橋的下面 他還露出來 然後我是有一天經過的時候 看到有清潔隊員在前面的渠道 坐一條小船在撈那個垃圾 然後我就看了就覺得很驚訝說 那裡原來是可以走船進去的 那我就開始幻想 搞不好可以整個柳公駿都還是通著 然後可以從那裡面去蜿蜒去 有一個台北的地底城 有一些人是生活在底下的 對所以有點魔幻寫實這樣的故事這樣 是完全不一樣的挑戰對不對 跟紀錄片非常不一樣的 那如果回到就是行者來說 就是其實非常接近創作者的初心 所以導演你覺得你想要透過行者 帶給大家什麼樣子的回想呢 當初在剪接行者的時候 就是一千個小時嘛 要怎麼篩選 那當時當然有很大的掙扎 就是要怎麼樣呈現這部片 因為拍片很久 大概也知道紀錄片怎麼剪接 你會變成什麼樣的片 比如說有比較discovery式的 或評論式的 或哪一種有非常多的方式 那在剪接的時候就已經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當然這部片 他可以剪接的所謂的藝術性更高 就是 就是比或者是說影展比較喜愛的方式去剪接 那我後來就覺得那個不是我想要做的方向 想要的做的方向 我今天做這部片 或者說這十年的時間 都不是為了要成就一個這是誰的作品 或者說這是誰的紀錄片 並不是要講這件事情 而是真的希望把這十年來 我從林立貞老師身上獲得的能量 帶給別人 所以我自己都覺得這個片子 與其說他是一部影片 我真的覺得他比較像一個禮物 他就是我真的很真心誠意 想要把他獻給台灣的觀眾 因為這十年來我獲得了很多 然後我也希望把這個獲得再帶給其他人 比較是這樣的一個心態 所以當初就決定說 那我應該要把我感受到的 或無垢舞蹈劇場的精神 或者說林立貞老師對於創作的態度 很完整的呈現在這個片子裡面 比較不是為了成就一個誰誰誰的作品這樣子 那所以去年在一些影展有放過一些 因為入圍有放過幾次 然後後來觀眾的回想也更加讓我堅定這樣子的想法吧 有些觀眾就看完就是哭得出來這樣 或者是有一些朋友好像在自己也是人生比較飄忽不定的時候 他們可以從這部片裡面 或從林立貞老師的身上可以獲得一些力量 或者說再繼續走 那也有很多做劇場的朋友就是看了以後覺得說 他因為劇場比拍電影更辛苦 對有時候就是很難再支撐下去 然後看了之後他也是覺得說 他好像找到另外一種方式可以在這個行業裡面 再繼續的一個動力 那我覺得這對我來說都是一個很好很棒的回饋 因為這部片本來就是希望帶給人家更多的這樣子 像是獲得力量的一個感受這樣 就帶給更多的創作者 他很大的能量 跟繼續往未來走的一個勇氣 今天非常感謝欣怡幫我們介紹行者 謝謝欣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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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